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昨天也是想了解一下 你的头发为什么这么好啊 我们很早就看过你的视频的 你看你现在头发这么好 染发也染得好 亮泽也好 柔也顺 我就跟他们分享 我说自己会养护头发 其实在理发店里面也有养护头发的 但是我相信出国的人 一般在国内就不用说了 国内的那个洗发 养发 什么染发 什么养护全部都在理发店 我们都习惯了 但是在国外呢 我相信无论是在国外来了多久的人 不管是刚来了 或者是来了很多年的 他们都改变了这种习惯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折腾头发 有时候自己烫头发都在家里面烫 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像出去以后 第一个没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样子 第二个好像是那个养护头发自己可以在家做也就做了 因为很多的在海外的华人 基本上在家里面就是闲的都比较多 特别是稍微连接大一点的 他们就会自己来做 那么我今天呢 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的 那个养护我们的头发 因为我已经拍了很多期视频了 大家可以翻的以前的去看 那么 我们怎么养护头发 因为有的人比方说 染了头发以后很多网友就跟我反馈说 我懒了以后可能很快我这个颜色就掉了 那我怎么能够养护我们的头发 第一个保持颜色不太掉 第二个呢 我能够把我的头发养护的越来越好 能不能长出黑头发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肯定能长出黑头发 为什么 因为我是长出了黑头发的 你看我这边 那个前面这一块 你看我这边 前面这一块 我以前的头发 大家如果前面看过的知道 我的头发基本上是白了三分之二 就是基本上是白的 这么一打开 全是白的 全是白的 你看我现在 基本上 特别你看看小小的绒毛这边 全部都是黑的 所以说呢 我是经过我自己长期的自己 爱我的头发 养护我自己头发以后 我就长出黑头发了 所以我现在 染头发的频率是越来越少了 那么怎么养护自己头发 我上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避麻油 避麻油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 就是养护头发 而且还可以让我们长发 你比方说很多人秃顶啊 什么有的是鬼剃头啊 突然一下掉了一堆 然后就是秃顶啊 这样的避麻油 它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头皮的那个毛囊 它可以激活它 然后促进这个头发再生效果特别好 因为它本身它里面含的成分 它就有这个功效 它就刺激你的毛囊的生长 毛囊的头发的生长 而且呢 它可以改善头部的这个循环 有些人比方说 秃顶 秃顶是什么 就是你的毛囊关闭了 它不生长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头发呀 它是不断的在长的 对不对 我今天剪了 我把它 明天哪怕我剃一个光头 我过一段时间头发又长起来了 它是在不断的生长 但是你的这个毛囊被关闭了 就是说你这个毛囊那个细胞啊 死了 所以说呢 它就不会长头发了 那么我们呢 就利用这个避麻油把它激活 那刺激它把它激活 激活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迅速的 很快速的生长 我自己是试过的哈 就是那个 你用这个避麻油 你最快的哈 我是 其实我是在两个星期左右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了 我的这个毛发 它生长了 而且还粗壮了 有些比方说它很细 很很就是 感觉是营养不够 咦 它呢 就是原有的头发 它粗壮了 没有的地方长出小小的头发了 所以它可以刺激我们的毛囊 迅速的生长 所以如果你要坚持的话 估计一到两周吧 就可以有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变化 好 那么我们今天也话不多说 那么怎么来操作 那么怎么来操作 首先呢 我就要准备一个避麻油了 我上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 要买什么样的避麻油 我在哪里去买 上面的视频看 如果没有看可以去看 买完了以后呢 在家里面我们从头开始养护自己 我今天呢 先分享从头的养护 这个呢 就是首先要买个避麻油 买了避麻油呢 我们还准备一些工具 你知道弄头发需要工具 第一个工具呢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小碗 因为这个小碗你要把这个避麻油到这个碗里面去 这个一个小碗 什么样的小碗都可以 你自己可以准备一个小碗 同时呢 我们要准备一个小刷子 这个呢 你可以 这是我的一个牙刷 这个牙刷呢 可以准备一个就是 比较软软的 软毛的这个牙刷 因为这个它可以很就是很快的刺激你的毛囊 这样呢 你呢 在这个在这个把这个头 这个避麻油往头发上面就是这么刷的时候啊 哎 它正好用这个毛囊也可以刺激你的头皮的 这个那个毛囊的一些有一个很强的刺激作用 这是一个 但有人说我没有卵的毛刷 其实商店里面都有 你可以去买这种柔软的毛刷 如果实在没有呢 你可以准备这个 这个有一个 这个就一些包装就是包装品 都有了 这种像棉垫一样 这个棉垫呢 就用你的手部的力量 就是手指的力量来刷你的头皮 但这个呢 我用的不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因为这一块大块棉 它本身吸收 吸收这个避麻油 因为我觉得避麻油如果这个全部吸收满了以后 特浪费 你知道吧 你用完了以后 你也不用了 特别浪费 所以这个我是应急的时候用一下 一般不会用 最好是有一个牙刷 这是第二个工具 那么第三个工具呢 需要有一双手套 因为你在这个刷的过程当中 你很容易就粘在你手上 因为那个避麻油很黏 到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的 所以最好准备一双手套 这种一次性手套 澳洲很多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需要准备一个这个浴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刷完了以后 我们要热敷浴帽 这个浴帽很多 最好是买一次性的 你看这一种呢 就不是不太是一次性的 可以重复使用的 我觉得建议不要买这种重复的 因为这个沾满了很多的油 这样的话 你下次使用你会觉得不舒服的 所以一般就把它扔掉了 这个呢 我在这个就是日本店里面很便宜 这个十二个十二个很便宜的 这个是浴帽 那么最后一个工具呢 就是要有一个菊油帽 这个一个菊油帽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了 你要真正头发的人一定要买一个菊油帽 菊油帽外面很多卖的 比方说 淘宝啊 各个网上很多很多 那就去买 都很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高科技 也就是加热 就是这样的 这个菊油帽 因为非常方便 没有菊油帽的话 你这个效果没有那么好 所以菊油帽一定要买的 这个是所有的工具 那么怎么操作呢 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来怎么操作 首先呢 我们要把头发呀 稍微湿润一下 就把它打湿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 就是我们先把头发打湿了 打湿 湿润一下 不能太干 因为太干的话 这个菊油它很粘 它很粘 这样的话就 第一个很废 第二个呢 效果还没那么好 就把它打湿 我今天就先展示 因为是展示 我就先展示一边 实际上展示一边 大家就知道怎么去做了 但是这一边吧 这一边 就把它打湿了 好 这就打湿了 打湿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来 那个倒冰麻油 倒冰麻油 就是我就把这个面包冰麻油 就倒到这个小碗里面 冰麻油特别黏 黏性很大 都是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就戴手套啊 戴手套 好了 你看 我把手套戴好了 手套戴好以后 我们就开始来用刷子刷我们的发根 因为我们倒的闭麻油呢 就根据你自己的头发的量 我建议大家不要倒太多一下子 因为倒太多的话 这个刷子里里外外都沾上了 还不好 又浪费又不好 稍微倒一点点 不够再往里加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头呢 就是自己会分一下啊 这样分开一下 这样分 因为有一条线嘛 分开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啊 站着就是 站站着闭麻油 用这个 站着闭麻油 只要不往下流就可以了 站着闭麻油干嘛呢 我们就开始来刷 刷我们的根部 一点点的刷 刷我们的根部 因为我们这个闭麻油是滋润毛狼的嘛 就是要滋润根部啊 就是刷根部 你不要整个头头发上面刷 你就是根部刷就可以了 是吧 你可以一个地方可以刷个两三次 让它充分的来吸收 我们这个闭麻油的一些营养素啊 闭麻油很好 我上期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它既有消炎 也有杀菌 还可以去我们的那个头皮屑 还可以让我们头发快速的生长 这个好 这个弄完了以后呢 那你可以再这么分一下 这个就是分一下 再站一点 再站一点 然后继续刷 继续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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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 这个我只是演示啊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慢慢的 慢慢的尝试 你看我们刷了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头发呀 就很黏 很黏 很黏了 这个呢就是比较有需要有耐性啊 所以我今天只演示这一部分 其实有时候你折腾这个头发的时候啊 嗯 我的 我的 我的建议是要留出一 它就伸出白头发啊 那么突顶的话 那整个就是你的毛狼关闭了 那就是 就像一个种子发芽一样嘛 你这个种子都死了 所以它就不长头发啊 所以用这个办法呢 用这个牙刷呢 把这个刷进去 它可以很 因为那个病麻药它是一个很快的渗透到你的 这个 头的毛狼里面的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有很强的渗透作用 效果非常好啊 所以这个 就是这种刷啊 我呢 今天就演示这一块 我就不全部的跟大家演示 实际上都是一样啊 把这边刷完了以后 这边刷 刷完了以后后面刷 整个的就像这个方法 全部刷到 这个我就不再 一刻一刻的跟大家演示 大家自己回去就是慢慢的去做 这个刷完了以后呢 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手 不用指甲 用手这个手那个 这个上面这个掌那个地方 这个手这个 就是指尖这个地方 揉啊 不仅刷 刷完了以后我们还揉啊 揉了你你感觉这个头皮一发热的感觉 为什么要揉呢 因为病麻药它是需要有温度 它会强力的很快的渗透啊 我们在揉的过程当中实际上 不仅仅不仅仅是养护我们的头发了 实际上对我们的头皮也是一个养护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头疗头疗 什么叫头疗 我们现在在做这种养护头发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做头疗 你看我们是不是在做头疗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一个手做 因为我只做这一边 到时候你是两个手一起 两个手一起做 这就是头疗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什么是头疗啊 这里就是头疗 你可以让你感觉到 哎呦我是我觉得我这个头疗啊 有点微微的发热了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这一阶段就停止了 抹的阶段就可以停止了 那么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啊 进入下一个阶段 那下一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 我们就来敷 我们不仅仅是要揉按摩还要敷 为什么呢 因为敷在因为毕麻油在敷的过程当中 我刚才说了 它可以很好的接收这个毕麻油的营养素 所以说我们敷的时候就必须 就要用这个东西了 这个敷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 把我们所有的头全部包住 如果你要是头发长的 你把它挽起来 因为头发不需要抹油 只是我们的头皮和发生 全部要包进去啊 这边的都都要包进去啊 全部都包进去啊 这样就包进去 这样包着 包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 具油帽了 那这个是电子的 我们是电子有有设定温度的啊 具油帽 你就可以把这个具油帽戴到头上 我们就来演示了 戴到头上 戴到头上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举它啊 我们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光是在家里面 我们倒是 我们到理发店里面去养护头发 他们也有也需要举油的 当然他们理发店的工具 可能不是这个帽子 他们有一个大罩子啊 跟你那个喷那种小 那个软那个 软软的那种喷雾 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啊 也是这样啊 怎么这么罩子来养护你的头发 这个在家里面也是 用这个帽子用多长时间呢 用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啊 这个根据你自己头发 你比方说我头发突顶的厉害 你就多举一下啊 这个举的方当中 你觉得太烫了 你把关一下 我是这样的 我觉得烫了我关一下 然后再开一下 这个你自己调节啊 你如果我觉得我的头发 比方说最近我的头皮屑很重啊 我的头发掉的很厉害 我的头发白的特别多 就是你的头发 当你的头发是头部问题特别多的时候 不光是这个啊 你比方说最近我头晕啊 因为我们知道病麻油 它是一个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效果 所以你头头皮和头部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时间长一点啊 但我建议大家最好是最少要半个小时 最少就少25分钟到半个小时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 那如果你要特别严重 就可以增长啊 增加你的长的时间 因为这样的话 它可以让你的整个的循环加快啊 这样就可以除掉你很多很多头部的一些问题 哎 所以这个方法呢 是一个既简单又有效 而且呢 非常的那个适合我们在家里面操作的 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好今天我分享的这个病麻油 我来养护自己的头发 整个的操作程序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啊 希望呢我们就是爱慰我们自己头发的人 想改变过自己的头头发的一些法治 特别是头发什么干枯啊 没有光泽啊 头皮屑痒或者分叉啊 就是说你的头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人 都来用这个啊 我试过的 基本上在两周左右 你自己就可以能感觉到效果 其实现在在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解决头皮的一些问题的 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产品 不容易 那当然也有啊 那我觉得找这种天然的 不容易啊 因为我们经常 光跟我视频的 网友都知道 我是崇尚于自然的东西啊 崇尚于一些自然天然的东西来保护 所以说呢就是有的人头发有问题的 就是可以取按这个方法来做 因为这个方法可以 我刚才说了可以养护头发 然后促进我们的头皮的一些循环 还可以解决一些头上的 有没有头晕啊 头痛啊一些问题 这就是头疗 自己用天然的方法 可以自己做头疗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说呢 币麻油来养护头发 可以解决头部的很多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买来用起来 然后呢能够喜欢它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